大家好,我是牛牛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场我打了三年多的德国官司 上半年这场官司终于打赢了 说实话,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 我有点不想再提了 可当我帮助在国内生活的父母 开始一场在国内的诉讼的时候 种种事情发生的那么离奇 与德国官司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突然觉得回忆一下几年以来的德国官司 还是很有意义的 人生几十年从没想过这辈子要打官司 也从没想过人生中第一次打官司是在德国 而且是我们中国夫妇两个人 状告德国夫妇 有的时候不得不说 这是命运的安排吧 以前经常看到有人说 在国外有问题就去打官司 不是法治国家呢 其实一场官司下来不仅是需要财力支持 也需要自己不断调整心态 面对整个事情层出不穷的变化 当年约中介老太太去看房 是非常热的天气 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看不过 当时唯一的疑虑就是车库旁边的储藏间 这个上面就是露台的储藏间很脏 墙壁上都黑了 里面还放了两个塑料盒子 都是干的 问中介这是什么情况 老太太说 只需要搬进来粉刷一下就好了 没有任何其他问题 现在房主夫妇因为离婚 已经搬出这座房子了 着急卖房的 回到房子上面的露台看 上面摆满了孩子玩的玩具 和全家晒太阳时做的大平衣 地面的具体情况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是被遮挡的也看不出什么吧 按照中介老太太的话说 这座房子是房主每年都在维护的 没有任何缺陷 放心吧 因为临近我太太的生日 我决定让我太太来选择 我们看过的技术房子 最终她选择了这所储藏间 有黑斑的大房子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只是要求再看一次房 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次看房是在签署合同买房的当天早晨 这天只是有点阴天 没有下雨 但似乎到了这个时候 各种疑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一个小时候 就是签约见老太公正人的时间 自始至终 我们只是在签署购房合同的时候 才第一次见到了已经离婚的房子 房子属于他们共同所有 他们把房子的销售 全部委托给了中介老太太 自己一次都没有出面了 搬进新房 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特别大的喜悦 因为后来下雨我才发现 这个车库边上的储藏间漏水 而且非常严重 这个储物间上面的大露台 大部分防水层都是坏的 储物间里放置的两个塑料盒子 原来是接雨水的 根本不是中介说的 简单刷墙就能解决问题 我觉得德国夫妇欺骗了我们 我们讨论了一段时间后 决定找律师打罐子 我就是网上Google找的律师 写邮件说明我们的情况 问律师愿意不愿意接我们的官司 我给两个律师事务所写了邮件 两个都回了 我选择了一家一个人的律师事务所 也是第一个回邮件给我的 选择律师还是要选择他的专益方向是对口的 我选择的律师主攻财产就分 我给律师提交了一份报价 是我找的装修公司对于维修露台和下面储藏间的费用报价 实施证明 这个报价对于之后在法庭上的陈述还是很有作用 只是可惜 当我拿到最后赔偿金的时候 由于乌克兰战争 无价上涨 不但价格要翻倍 德国现在连装修材料都缺货了 和德国律师第一次见面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这场官司打输了 我总共要支付多少钱 早就听说 在国外打官司是个无敌顿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支付得起这场官司 现在回头看 德国打官司支付的费用 比中国简单透明多了 律师当时说 如果官司输了 我们最多要失去两万欧元 这是我们能承受的范围 我和我太太就决定 委托这位律师打这场官司了 律师在了解了情况后告诉我们 我们打的官司 不只是露台漏水 还有地下室被淹的潜在风险 没有想起说明 在德国起诉 诉讼要求的金额很重要 方方争执的金额越少 连开庭立案的机会也就越少 当然金额的多少也涉及到律师费的多少 以及今后法庭开庭要收取的费 按照法律规定 在正式起诉之前 律师要写律师函给被告 希望双方和解 如果对方答应 现在就给我们钱 官司就可以不打了 当然这只是个必须的过程 对方也明确回复 不同意志不费 正式告诉我们 有本事就上法庭 要赔偿想都不要想 于是律师就向地方法院提交了起诉书 之前律师告诉我们 一场官司也就一年左右就结束了 所以我的心情还是很轻松的 不就是两万欧元 大不了我输了 我就是想争口气 开庭后第一次上法院 我觉得我们原告和被告 都好像在陪着法官玩一样 我以为会像电视剧里一样 有书记员、秘书、很多人 结果除了我们原告和被告双方 以及双方律师 只有法官自己一个人 他自己手里拿了一支录音笔 每一个问题都对着自己的嘴 先录一个问题 等我们回答了他的问题后 他自己再重复说一下答案 再录下来 我们的被告男士 为了为难我们 有意在法庭上说话极快 想让我们反应不过来 看着他的表演 还是挺有意思的 他是美国人的后裔 现在在我们两个外国人面前 像说照口令一样 申诉着自己的立场 其实这个表演还是很差劲的 好在我们当时和中介老太太的 大部分沟通都是通过邮件 有历史记录 来说明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介用明确的语言描述了 反正没有任何缺陷 这和被告在法庭上的描述 完全不符 他说他自己从不隐瞒真相 这些都是自相矛盾的 法官决定两周后来我家实力考察 第一次庭审就这样结束了 来家里实力看房也请来了中介老太太 法官很严肃地询问了老太太 老太太说 她是个寡妇 也是基督徒 她一定会讲实话的 按照德国法律 中介老太太来的时候 被告是不能在现场的 结果被告律师要求留下了 法官还是同意了 但要求他不能讲话 只能狂听 超出我的想象 中介老太太真是实话实说的 她说她不知道露台漏水 被告没有告诉过她 她的一番话把被告说得无语了 而且中介老太太还驳斥了被告的话 被告说我们中国夫妇语言有问题 可能没有听懂被告的解释 老太太说我们的语言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双方的沟通没有任何问题 这下带来的尴尬 以至于被告后来无奈之计 把中介老太太也当作被告一起上诉 这次原地考察之前 我曾经设想过 这要是在中国 会不会被告和中介就沟通好了 几句话就能把我和我太太置于死地 中介老太太还是很有职业道德的 这可能完全都是我的中国思维方式吧 又经过几次双方书面的互相博持后 也就是一年之后 法庭写了一封信给我们 说赔付我们几千万元行不行 看了信我很伤心 我们告诉律师就这样 没有异议了 我是失望透顶了 赶紧结束 没想到律师说 我们不能同意 要继续争取 这不是法庭的判决 只是询问 我们要坚决不同意 律师代表我们回复 说我们不同意 并保持上诉的权利 结果法庭的说法又变了 要求派一个中间公司来勘查房子 做出具体的评估 但是支付给这家公司的费用 要我们先出 共四千欧元 此时对于我们来说 已经支付过两次律师费 和法庭的开庭费用 心里一直担心 这么弄下去 到底要再付出多少钱 我们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评估公司的男老板 带着一个女同事来我家 被告的男士也来了 为了保证公证 我们双方的律师都没有出现 他们前前后后 把房子拍了个遍 也向我们了解了一些情况 被告这位男士特意提醒 他把车库门槛刷成了红色 就是想告诉我们 万一地下室犯案 这里可以阻挡一下 我们笑了半天 对于一个来自中国的人 你说红色代表危险 好像说不过去 评估公司的人 充分理解了我们双方的立场后 就结束回去做报告 没想到半年过去了 没有评估结果 关键是他拿走了 我们家的原始土地图 对上面有从土地开发时 所有的住户资料 和详细土地情况 难道是被弄丢了 不敢告诉我们吗 通过律师的几次反复沟通 评估公司回信说 要求加钱 再加两千欧元 原来是四千 现在一下就变成六千欧元了 理由是 我们的情况太复杂 他们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 没有办法 只能给钱拿报告 后来我们分析 可能评估公司一起来的那位女士离职了 男老板自己又写了一份完整的报告 把损失都加在我们头上 不管怎么样 根据这个报告 法庭终于判决我们胜了 被告彻底败诉 一个月内 不同意可以上诉 对方的律师又一次使出了自己常用的办法 他在这几年的官司中屡试不爽 声称因为疫情的原因 要求延期回复 可是这种拖延时间能得到什么呢 无非是让我们不能顺利拿到钱 拖延时间吧 一段时间后 被告上诉了 就是上诉州法院 这也将是终审判决了 我和我太太已经完全麻木 无所谓 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输了 就是赢多少钱的事情 大家一起摸时间呗 但事实证明 对方拖延时间付款的策略还是对的 因为等来了乌克兰战争 乌价上涨 货币贬值 相对而言 它的损失确实降低了 上诉过程中 被告把房屋中介老太太也加了进去 被告声称 他们把房屋的所有缺陷都告诉了中介 而中介老太太没有告诉我们事实 几个月后 法院的信来了 善意地劝被告撤诉 因为理由不充分 现在撤诉只需要支付两项费 如果坚持上诉 一定是被驳回 而且要支付四项费 被告律师还是老套路 疫情原因要延期回复 之后 他们就坚决上诉 再往后的事情就不用说了 被告败诉 给钱 我们的律师给我们列了一个明细 从一开始支出的律师费 后面的6000欧元鉴定费 以及我们双方的律师费 前面的法庭费 和后面上诉的所有费用 均由被告承担 前前后后 所有的费用 都是由败诉的一方承担 还是有一些超出我的想象 虽然物价上涨 我们说到的赔偿相对而言贬值 一场德国官司 其实到最后几乎没有赢家 只是要了一个道理而已 如果当时我不打这两个官司 我只需要支付现在价格的一半 就已经把露台修好了 但我可能心中 一直会憋着一口气出不来 现在的审判结果 让我在道义上和心理上 都成为了一个胜利的 但前所数 面对我现在刚刚开始的中国官司 我是感慨万千 我没有请德国律师吃过饭 只是最后官司获胜后 我和我太太送了律师一束花 要求请她和她的小团队吃饭 他们也没有答应 整个官司因为获胜 我们一分钱都没有出 以前的所有支出都被还了回来 相比之下 刚刚开始的 我替我父母打的中国官司 就只是立案阶段 我已经很无奈了 中国的法庭每年有指标 不能立案超过一个比例 所以想方设法不给立案 而在这期间 除了我已经支付了 中国律师的费用外 律师还串通他找的保险公司 让我多支付了几千块的费用 包括律师的费用在内 我想即使这场中国官司 我获胜后 也不可能有人把这些钱 都归还给我吧 这场德国官司现在刊 历时三年过 以被告败诉而告终 但要不是我们有邮件作为证据 我们可能也就败诉了 要不是中介老太太不撒谎 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 我们早就被质疑 我们的语言能力不行了 无论如何 打官司都是一场两败俱伤的事情 但毕竟 德国社会 还是一个有着法治环境 和人的道德底线的社会 保护弱者 维护正义 毕竟是全社会的大方向 希望所有人今生都可以不走上法庭 真的有一天不得已 相信德国的法庭 还是会尽力维护弱者的权益 现在我替我父母打的中国官司 只是刚刚开庭 我隔空在中德之间参与庭审 心中的无奈很难表述 等这场官司结束后 我也来总结一下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